欢迎你们回到学姐说 今天呢想和大家讲一讲如何做好课前的准备 首先呢请大家都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然后提前打印好你们的课程表 或者是用手机的日历功能提醒自己什么时候上什么课 这样呢你才能更好的做好准备 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呢 就是提前到上课的地点或者教室去看一看 这样你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过去 而不是手忙脚乱的 接下来就是推荐APP的时间 第一个是IR app 第二个呢是My Study Life School Planner Lab 主要呢是用来安排课表、自习、社团、健身等等 是让你可以更清晰的看看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事情 也不至于说一下子忘记了什么 还有呢就是推荐大家选课前可以去看看Rate My Professor 一个类似于大众点评或者是Yelp的网站 这里呢主要是同学们用来评价教授和上课的内容的地方 每次上课前呢希望大家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来看看你们的syllabus 也就是教学大纲 里面会详细的写老师的联系方式 office hours 大家重点呢要看看syllabus上的上课时间上课内容 标记下重点的考试时间以及作业提交的截止时间 deadline和due 这样呢你才能更好的做到有备无患 我们下课题 的词